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好久都没吃鱼了 今天去超市花了15块钱 买了一条没解过婚的草鱼 今天就用它来分享一道好吃的美食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很多朋友在做鱼的时候 都喜欢用盐和料酒来腌制 其实那样做就错了 今天就教你正确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鱼不腥不柴,口感滑嫩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条草鱼,将它清洗干净 特别是鱼肚子里面的黑膜和鱼骨血 一定要刮洗干净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最后看一下,清洗至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在鱼头和鱼尾处各切一刀 这里要注意,不要切断 接着再用刀在鱼身上来回轻轻拍打 这样等会好取鱼心线 在鱼头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个小白点 这个就是鱼心线 然后用手轻轻把鱼心线拔出来 一边敲打一边拔 这样一根完整的鱼心线就拔出来了 另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拔出鱼心线 接着再用一把剪刀剪掉鱼起 这样方便老年任何小孩食用 然后再把鱼头切下来 鱼尾也切下来 这个鱼头和鱼尾今天我们不用 可以留着下次煲汤喝也是不错的一道美食 接着把剩下的鱼肉先切成长断 这里尽量切均匀一些 这样成熟起来也一致 如果你力气不够大的话 也可以让老板娘提前给你切好 或者让家里人帮你切好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鱼肉的做法有很多种 今天我这样的做法你肯定没有见过 甚至吃都没有吃过 最后再把它切成更小块一点 尽量大小切得均匀一些 这样炒的时候方便入味 而且更容易熟 最后看一下 像是瓶中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大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再用刀拍一拍 这样更能激发出姜的香味 最后再切成细蒜末 尽量切细一点 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小葱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和姜末放在一起 接着往里面加入少许白醋 然后下手把葱姜捏一捏 尽量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这样才能更好地把里面的葱姜汁抓出来 而且香味也更加浓郁 扎拌均匀后直接倒进鱼块里面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开始用盐或者料酒来腌制 其实那样做就错了 烟鱼最近用盐和料酒来腌制 我们可以用葱姜来代替 葱姜除了做调料以外 还可以去腥增香 同时它也是天然的嫩肉剂 这样腌制出来的鱼肉肉质比较鲜嫩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 如果是用盐和料酒来腌制 就会导致鱼肉水分流逝 口感吃起来就会发柴 而料酒本身味道很浓 就会掩盖住鱼肉本身的腥味 所以最好用葱姜来腌制 保证你这样做出来的鱼肉 肉质鲜嫩不腥不柴 口感非常滑嫩 大概抓拌两分钟左右 然后盖上保鲜膜腌制二十分钟 劝这个时间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斑大蒜 把它切成蒜片 然后改刀把它切碎一点 最后切成这种细蒜末 切好之后和姜末放一起备用 再来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圈 吃不了太辣的朋友 也可以用红菜椒来代替 切好之后和姜蒜末放一起备用 再来准备少许的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几根小香葱也把它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两勺蒸鱼柿油 一勺蚝油 少许辣椒油 少许食盐 一勺胡椒粉 最后倒入小半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 把蛋白和蛋黄搅拌至融合 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的蛋液 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鱼块演员织好了 把保鲜膜撕开 里面的葱姜就不要了 然后把鱼块加出来 放在一个大碗里面 接着把鸡蛋液倒进来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鱼肉都能粘上一层蛋液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勤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搅拌均匀后 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鱼肉都能粘上一层面粉和淀粉 我们这里要多给它搅拌一会儿 很多朋友煎出来的鱼不均匀 不好吃 那是因为你没有搅拌均匀 最后看一下搅拌成香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然后放入鱼块 我们放鱼块 要一块一块放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煎 依次把鱼块全部放入锅中 放进来后先不要着急翻动 大概给它先煎至两分钟 煎至底部定型 然后再给鱼块翻个面 这里要注意 一定要开小火慢煎 千万不要火大了 火太大容易把鱼块表面煎糊 而里面还会出现加生的情况 那样就不好吃了 我们翻鱼块的时候筷子用力不要太大 如果太大的话就把鱼块加散了 最后把鱼块煎至两面金黄 像是瓶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鱼块已经熟了 直接蘸酱吃也非常的好吃 全部加出来之后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 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把姜蒜末和小米椒倒入锅中 开中火把它炒香 然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继续炒香 炒出里面的红油 然后把刚刚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把煎好的鱼块也倒进来 接着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 让每一块鱼块都能浸泡到料汁中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煮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咱们的鱼块已经烧得非常入味了 然后开大火把汤汁收浓稠一点 接着再淋入少许的香醋去心解油腻 继续开大火收汁 汤汁收差不多的时候 把切好的香菜和小葱放进来 再滴入少许香油增香 然后用铲子轻轻地翻炒 把鱼块翻炒均匀 这里动作一定要轻 千万不要把鱼块翻散了 这个时候的鱼块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看着就很有食欲 这个时候我的眼泪从嘴里流了下来 出锅装入盘中 一道非常鲜美的鱼块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鱼块颜色红亮 真的非常好吃又入味 无论是拿来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